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标准常态分配的查表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 什么叫做标准常态分配 标准常态分配的话呢 就是这个标准 它是以0作为我们的期望值 以1作为我们的标准差的一个常态分配 那么我们习惯上来说的话 是用一个z来表示 那么这个z的话呢 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是根号2π1的负的2分之x平方 它是这个 这个叫做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我们要计算它的几率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积分 如果说我们要算a到b之间的几率 我们由积分算出来 可是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不可能每个数字都是用积分来这样算 算起来是非常的麻烦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好的方法 就是说把所有的数字 我们可以先建立在一个表上面 那以后我们要计算的时候 我们就用查表的方式来做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标准常态分配怎么样去查表 那么左边这个是我建立了好一个标准常态分配的一个pdf档 那这个地方同学可以下载下来 那表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那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标准常态分配表 它其实表现的方式可能不止这一种 也有的教课书的话 它的这个数值指的是从最左边 由负无限大到z之间的 那各位同学我要介绍一下 那各位同学我要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比如说 左边的这个1.2 这是前面的部分 到这边 这边是5 那么1.25 我们指的是z是1.25 那么中间的这个数字指的是几率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表 它是由0开始起算的 起算到z之间 所形成的面积 面积是中间的这一块数字 那我们为了让同学更清楚 我们就来做一些例题 让各位同学来试试看 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样去 去处理各式各样的 标准常态分配的查表的方式 现在我们来查的是 z的话是介于0到1.05之间的几率 这个地方是几率 好 那我们把这个表拿出来 然后顺便的话来看一下它的意义 这个的话是0到1.05 也就是说 我们要求的是这块绿色的面积 那么表 我们来看看 1.05 0到1.05之间 从左边先找 1.0 在这里 0.05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话呢 找这边的交界处 这个数字叫做0.3531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下去了 0.3531 这样的其实是不算困难的 只要是从左边 上面交汇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几率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它不是从0起算 那怎么办呢 它是由负的0.82到1.05之间的几率 那么我们来想想看 常态的分配的话 它是左右是对称的 它要算的是什么呢 是负的0.82到1.05之间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想象呢 我们可以把它折过来 蓝色的部分 我们把它折到右边去 我们可以这样的做 1.05这个绿色的仍然保持着 负的0.82 转过来就变成了0到0.82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了两个表 相加的状况来计算 那么我们把表叫出来 好 我们先看看 1.05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1.05找一下 1.05的话是在这边 0.3531 再来找一个0.82 0.82在这边 我们把它圈起来 0.2939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按照这个图来表示的话 这两个几率应该要做一个 相加的动作 我们就写 0.3531 加上0.2939 那么这个地方计算出来是 0.6470 表示说这个0.47 就是代表的是 百分之六十四点七 是落在负的0.82到1.05之间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看下面的题目 现在我们做的下面的练习是 我们要找的是标准常态分配 由0.32到1.55之间的几率是怎么找 首先我们先把他的图形 先画出来 这是由0.32到1.55之间 它是由正的到正的 所以它中间这个地方是空的 那么我们要想的是 如果我们查表的话 都是从0来起算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由两个相减 因为我们都是从0起算的 所以我们可以由0到1.55之间的几率 扣掉0到0.32之间的几率 那么我们现在来把表叫出来 我们来把表的上面的几率找到 首先我们先找1.55位置 0到1.55之间几率是多少 这边先找1.5 往这边走 走到了这里 0.05这边 我们把标出来 这叫做0.4394 第二个 我们要找的是0到0.32之间的这个几率 0.32 那这边是0.3 0.31 0.32 所以这边是0.125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两个相减 0.4394 扣掉 0.1255 那么两者之间相减之后是 0.3139 那么就用这个方法 做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两个者相减的做法 那么我们再做下面这个例题 下面这个例题是大于1.23 它是整个图形的最右边 它由1.23以后的我们通通都要 那么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要是查表是查的是中间的这一块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要知道说整体来说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几率是一 那么一半就是0.5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 整个扣掉中间的这个就是我们要算的几率 是这样看的 整体来说 0.5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准备要去查的资料的一个地方 好 于是我们把表叫出来 1.23的位置 1.23 从这边出来 到这里 0.3907 那么我们这边要怎么做呢 就是用0.5来减 0.3907 那么这边计算出来就是0.1093 表示说在这一块占了多少 占了百分之十点九三的资料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种状况 它是大于负的1.23 那么我们来把这个图画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其实状况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要用图像来表示会比较清楚 负的1.23是在0的左方 它是比它大 代表的是全部右方都要了 那我们要心理想 右边这一个 这边是0.5 无庸置疑 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转到右边去来做查表 它就是1.23的值 0.5 加上1.23的值 那么我们再把1.23 来叫出来看一下 1.23 这边 0.3907 那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0.5 加上0.3907 所以这边是 0.8907 这边的话告诉我们是 这边总体来说 占了89.7%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逆向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逆向查表 怎么说叫做逆向查表呢 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几率 我们想要知道位置在哪里 刚才我们都是已知道位置 要去找几率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到底Z介于0到什么位置 它的几率是0.4370呢 我们看看 这一块是0.4370 那么K是多少 我们要从哪里找呢 不是从边边找了 我们要从里面找 我们要寻找最靠近0.4370的位置在哪里 0.4370 这边再继续往下面走 我们发现了多少呢 0.4370 还要再往下 到这边 好找到了 所以这刚刚好 所以我们的位置应该是几呢 从这边看过去 从这边看上去 所以这边是1.53 这种提醒称为逆向查表 有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几率 我们想要知道位置的时候 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状况 假设我们已经知道 最靠右边的几率是0.1446 那么K是多少 那像这样的提醒的话 我们用图来表示 各位同学会比较清楚 这是一个标准常态分配 我们已经知道说 在K的右边 它占的是0.1446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要想这一块 我们要查表的时候 都是查得出这一块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先用0.5来减 0.5来减 先去减掉 0.1446 这是等于0.3554 0.3554 来我们看一下 在哪一个点的话呢 是0.3554呢 有了 这个点 1.355 减呢 所以这边 我们只查出来了 这边是1.06 K是1.06 代表的是 它的右方的话 占的是0.1446 这个单元里面 所介绍的就是 一个标准常态分配的 查表的一个技巧 我们要注意的是说 有两种状况 正向查表 只知道Z值 去查几率 那么几率就是 所占的百分比 如果说是 已经知道了几率 那么我们称为 逆向查表 就到里面去找 最接近的 从中心来找 对到两旁边 找出Z值 那么这个工作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一般的 常态分配的一个 解答问题的时候 都需要把它转换 透过转换 然后用标准常态分配的表 来去解决我们的问题